大家好,我是台北医学大学呼吸治疗学系何淑坚老师 欢迎大家来参与非部附建这门课程 非部附建在台湾正在发展,它正在启蒙的一个阶段 所以有很多的专业知识尚未被广为认识 甚至是会有一些错误的认知 比如说,你知道什么是非部附建吗? 那非部附建要做的是什么的附建运动呢? 那像说大家知道的气喘 气喘病患会有怎样的一个特殊的非部附建的需求呢? 还有非部附建在哪些病人是适用的? 那非部附建做了之后呢 对病人又有怎样的一个功效呢? 特别像生活品质的改善 以上问题我们将邀请呼吸胸腔科的专家来为大家解答 瘦科老师包含呼吸治疗学系的江凌领副教授 双核医院胸腔科的李刚元主任 以及双核医院胸腔科的刘文德医师 最后还有我本人 会用我自己丰富的临床经验 将带给大家深入浅出的一个学习效果 课程内容从非部附建概念起源与发展 非部附建的时机 非部附建的处方签 慢性阻塞性肺疾病 气喘 支气管扩张症等 病症的非部附建运动 还有非部附建个案的自我管理与行为改变 以上都会包含实际的示范动作 影片还有详细的解说 透过本课程让学院对非部附建有初步的了解 提升社会大众患者 患者家属对非部附建措施的了解与正确执行 那非部附建的适应症包含了 慢性阻塞性肺疾病 气喘 支气管扩张症 限制型的肺等 课程包含了水塘测验 请大家思考一下 以及反思讨论 我们也发展了非部附建的 翻转教室的教学模式 所以欢迎各位有兴趣的学员 一起来学习 We open, we share